我们从2016年秋天 就是对一个天驱 就是一个大量的恒星 进行它这个运动的一个监测 在这个里面就发现其中有一个圆 你看它的这样一个明亮的半星的运动 你能意识到它是有一个黑洞在那个地方 同时它上面有一个很强的发射线 我们经过仔细的证认 认为这个发射线 其实是来源于黑洞的信息 反而不能是其他任何东西 最后得到了这个质量 是70倍这样的质量 这个发现是很出乎我们意料的 因为它突破了现有理论 能给你的这个黑洞的上限 一个是恒星演化理论 另外一个是宇宙的大爆炸理论 那么现在就逼迫我们必须去改写 就这样一个基础理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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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